疫情也烧进了台东县议会传出有议员确诊 台东县在今天新增了23名的确诊课案 其中有20例都是跟成功证的竞相团有关 这个竞相团足迹遍及宜兰台中 竞相团中确诊的还包括了台东县议员许静荣 人为部分学校的学生跟家长都有参加 因此县府不敢大意 也立刻宣布五间学校停课两天 一早更在议会进行快筛 所幸132个人全部都是阴性 而其中有20个人进行居隔 当中还有4名一级主管 会突然筛检就是因为议员许静荣确诊 目前送医隔离中 而他就是前几天才参加成功证竞相团 县府14号公布确诊个案加23 多数案例都跟静相团有关 成功证庙宇的外县市静相团有20位确诊 这次从成功证出发的静相团 一共31人参加 疫情人浩浩荡荡在4月7号前往宜兰巧人宫 隔天再去台中东市区先师庙 及北区的先鸿宫宫 9号再到龙景区巧胜先师庙 足迹遍及宜兰台中20人筛检后确诊 县府不敢大意 14号一早针对132位议员进行快筛 索性节骨出炉全都阴性 而当中20人进行居隔自我健康监测中 当中有4人是县府一级主管 让人不免担心市政是否还能正常运作 那对于这个办公的运作 公务运作目前完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起静相团确诊传播链还烧尽校园 台东县内多所学校因为有学生或亲属多人被匡列 县府宣布从14号开始 五间学校预防性停课两天 而成功伤水台东特教学校则是部分班级停课 疫情多点爆 不仅烧进议会也冲击校园 县府不敢大意 希望能快速防堵疫情 九龄想要台东报道